夫君就是我是你哥哥的意思 真的假的 我感觉你老是在偷 真的 跟我一样 真的你叫一下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又没有其他人 我现在把直播也关了 对啊 我等一下再开 现在就我们 我觉得叫你夫君好奇怪 我还是喜欢叫你女哥 夫君 夫君的话就是什么意思 你叫我夫君 你就是叫我 就是你哥的意思 就是也是我就把你当成哥的意思 知道吧 知道吧 可是我觉得你哥更顺口呀 就叫你哥呀 哎呀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直播开着 我把直播开起来 给哥哥姐姐们看啊 321 好了 我先把直播开起来了 我把直播开起来了 现在哥姐姐们 夫君是什么意思 夫君的话 哥姐叔叔阿姨 我先开直播了啊 我问一下 哥姐叔叔阿姨 夫君是不是我是你哥的意思 知道吧 知道吧 真的假的 真的 来你看一下 顾米上 哥姐姐是不是真的 真的话你们打个真的 来 你就以后就叫我夫君好不好 你现在叫 叫一句 叫一句听一下 我看一下你会不会叫 是的 你看哥姐姐们说 是的 真的 看到没有 你就叫我夫君 就是叫我夫君 我觉得叫起来好 好别扭呀 好拗口呀 哎呀 夫君的话就是你很尊重 我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对呀 我还要跟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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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就是很有礼貌的 知道吧 但是这个这夫君的话 你不能乱叫别人 知道吧 那以后看我会看到其他的哥哥也要叫夫君啊 不不不不 夫君的话你你叫我夫君就好了 其比如说其他你的哥哥你就不用叫 知道吧 你就把我你以后你只能叫我反正 好吧 那那那那你叫叫一句来听一下 我看一下你会不会叫 叫一句 啊 对对对 就叫一句 可是我真的觉得好拗口呀 哎呀 没事 你说吗 那我要加你的姓氏吗 啊 我要加你的姓氏吗 李夫君 对对对对 也可以啊 可不可以啊 哥姐姐 李夫君 来来我看一下挺好听 名字好奇怪呀 不是 你你你挺好听的 来夫君的话 你就是我的你哥 他翻译成知道吧 古代里面翻译成古代里面的话 叫叫夫君 夫君的话就是我是你的哥的意思 知道吧 你哥就是夫君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来你嫁一嫁一嫁一身 像刚刚那样 对对对对 你叫我你叫我你叫我 夫君 哎 不是不是你你你大声的叫 哈哈 我很大声了呀 啊 我很大声了呀 不是你你你你再叫大声一点 我我我没没没听清楚 来没听清楚啊 我感觉有点 不是我是你的哥 你就这样叫我知道吧 你我是不是你的你哥吗 对呀 你哥不是不能说是你夫君 夫的话就是夫的话就是你的意思 知道吧 你就叫我夫君就好了 夫的话就是你的意思 君的话就是哥的意思 知道吧 你叫我夫君 知道吧 夫君 来你你叫一声 来你你 你就说你叫一声吗 来 来 你叫吗 真叫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别扭啊 哎呀不别扭 真的哥姐姐对不对 夫君就是我是她的哥的意思 知道吧 不是什么不好的 知道吧 我刚刚叫了一下的嘛 啊 我刚不是叫了一下的嘛 哎呀 我我我没听到 哥姐说说阿姨 你们听到了没有 你们听到没有 你们听到了没有 我我没有听见 你看他们都没听见 他们说再叫一声 他们都没听听见 哎呀太别扭了 哎呀你觉得还是你哥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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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哥就是你哥的意思 这个是一样的知道吧 嗯 哎 你再叫一声吗 你就说 比如说来 加一句你们这边的这个 你们这边的话更好听 你们这边我我我爱你是怎么说的 哼我爱你啊 啊 我们这边说的是 我昨天不是叫过你了 不是我忘记了吗 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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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哈哈哈 什么 我什么 我爱你就是 我什么 你也不 你也不 对 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不是 是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不是我没听见你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不是 不是你再说一遍 我我真的没听你听见 你大声一点 我我都没听见 我都 那我再说一遍啊 啊 你说清楚一点啊 那你 我 哈哈 真的吗 我也 我也是 哈哈哈 我也是 我也 哈哈 哈哈 你们听到没有 哥姐 叔叔阿姨 家卫 家卫说他喜欢我 你们听到没有 这个是你 不是 什么我让你说的 你说 你 你说 我只是在给你翻译 来来来 那你翻译吗 来 你翻译吗 我翻译了呀 但是你刚刚我翻译的时候 你就 在那接 啊 我翻译的时候 你就在那接 好好 我不接了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我不 那我喜欢你是怎么说的 我喜欢你 啊 也是 差不多 就是一个意思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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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是这样说的 那老婆是怎么说的 老婆啊 啊 老婆是怎么说的 老婆 我们这边一般叫的是 西莫 啊 西莫 西莫 对 西莫 是的 西莫 哥姐姐把西莫打在公平上面 西什么 西莫 西莫 那我可以叫你西莫吗 那我以后 我以后 啊 别说了 不是 那以后 那以后 我看到别人在的时候 我可以叫你西莫吗 不可以 啊 不可以 啊 不可以 不是不是 就 西莫 哇 直播间好多哥哥姐姐都叫你西莫 哈哈 哈哈 不能乱叫的 这个 啊 结了婚的人 他们才能互相这样叫的 结了婚了才可以叫呀 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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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可以结婚呀 啊 哈哈 你可不可以吧 别说了 哥哥姐姐说啥意思 你们说可不可以 你们觉得 家伟我们结婚 好不好 家伟 不是 对不起 我叫错了 西莫 哈哈 你看 不是 这位不是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他们都说西莫西莫 他们说的 知道吧 西莫就是老婆的意思 是不是啊 嗯 那你是谁的西莫 嗯 可以了 李哥 你不要在这 嗯 不要套我的话了 哎 那比如说 以后我叫 比如说 我叫你妈 是怎么说的 你妈 你们这边 比如说 她 比如说 老丈母 不是 丈母娘 不是 丈母娘 是什么意思 我我就是开个玩笑啊 就比如 假如 假如说以后 我们结结婚了啊 我们结婚了 我叫你妈妈 是怎么说的 你叫我妈妈 啊 叫 哎呀 你肯定又要接 我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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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一般结的婚都叫女方妈妈 有些时候可能会叫就是阿伯 啊 啊 阿伯 对 阿伯还有呢 还有呢 只有一个吗 还有很多种叫法 不是 这正常的叫叫法是什么 叫什么 正常的叫叫法就是阿伯 阿伯 比如说以后你的老公的话就叫你的妈妈 对 叫你的妈妈就叫阿伯是吧 不是叫阿姨对吧 不是 怎么可能叫阿姨 我们一族人他有自己的语言 哦 就 那我去了女儿我也就必须这样叫了 是不是 哈哈哈 是不是 哎 家伯 那阿伯 拿你去了呀 哈哈 你看 你看 没有 我说阿伯去拿你了 阿伯他怎么没上来跟你一起玩红薯呀 我不知道你打 我现在去找阿伯了 哥姐姐好不好 我去找我的阿伯了 好不好 好的话你们打个好 那我去找阿伯了 我叫他阿伯 我叫他阿伯 他会不会生气 你妈妈会不会生气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哎呀 你看你刚刚都说了 你不套我的话 你一直在这 哎呀 我没有套你的话 你不要打我 你本来就是在看我 我没有套你的话 好不好 我们在微视号直播 哥姐叔刷椅 现在直播间4.7万人了 我们刚刚开播才二十几分钟 哥姐叔刷椅 但是其他平台都是都是盗播 他们都是假的 哥姐姐我们在微视上 直播间现在4.8万人了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可以 欢迎新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 来来来我先说了 你再打招呼好不好 欢迎哥姐叔叔叔阿姨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 细摩的直播间 欢迎你们来到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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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介绍吗 那这样我就用一个活 那那那那那那我 那那那好好好 那我不套你了 那这样家伟 我问你一个事 我这儿八经的问你一个事 好不好 我看你一点都不这样 八经的问 不是我正常的问你好不好 这样 你叫老公 你们这边老公是怎么叫的 老公啊 啊 老公 不是不是你说嘛 我们这边叫老公 一般都叫脖子 啊 脖子 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脖子 不是你哥姐姐 你们能听得清楚吗 我听不清楚 就是叫脖子 啊 不是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不是 我说你叫你们 比如说以后你的老公 你怎么叫他 就是喊他脖子呀 叫脖子 脖子 脖子 你再接上我